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7刀惨死在自己的宿舍里 几天之后 公安人员拿着一份手机通话记录的调查报告 来到了河北农业大学 敲开博士生宿舍的房门 左启华 你妻子的死 还有些情况需要找你了解一下 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察同志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们每天来找我 烦不烦呢 都影响到我正常的学习 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 与其天天找我问话 倒不如先把凶手抓到 我们这不正和凶手聊天的吗 你们 你 你们说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愣了愣 刚想着辩解什么 突然被公安人员摁在了门框上 动弹不得 公安人员控制住了左启华 这一路上 左启华很激烈的挣扎着想摆脱控制 抓我干什么呀 你们有什么资格抓我呀 放开 凭什么说我是凶手啊 为什么抓你 要不然你解释解释 在你妻子死后连打的三个电话 是怎么回事吧 我 公安人员亮出来了手机通话记录 这左启华呀 脸色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在那变换不停 最终低下头来沉默了 那么左启华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 以及腹中自己的孩子呢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咱们哪 从头来说 左启华是河北定州人 定州是保定的县级市 他出生在定州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里面 他的父母呢 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是靠天吃饭 家里的条件并不好 非常的困苦 左启华是家里边的老二 他上边啊 有个大哥 但他大哥呢 智力上有些问题啊 这算是先天的智障 家里边指望不上老大 就指望着老二 左启华能够有出息 能够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左启华也特别懂事 从小到大 成绩都非常优异 上学时候就勤工俭学 不光学业好 人家有时间还能出去做兼职赚钱的 能养活自己 也能给家里贴补 凭借着他的努力 最终成功考上了河北农业大学 上了大学之后 他有一个同学 叫石景孙 石景孙呢 长得挺漂亮 人家学习成绩也挺好 家庭条件 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跟左启华他们家比 那是好得多 所以在左启华的眼睛里 自己这女同学石景孙 这就是白富美啊 大学四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 足够两个人 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爱了 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左启华呢 各方面表现挺突出的 尤其他喜欢文学 石景孙呢 对文学也很有兴趣 俩人呢 经常一起讨论相关的问题 一来二去联系多了 互相有了好感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两个是感觉挺好 但是当时很多同学呀 并不看好他们 就总感觉他们俩其实不太般配 石景孙 这算得上是大家闺秀了 但是这左启华 尽管自己是挺优秀的 但毕竟是一个穷苦学生 家庭情况太差了 石景孙的好多闺蜜呀 好多好朋友啊 也都劝他 你呀 还是再仔细想想吧 你们并不合适 但石景孙对于大伙的这些流言毫不在意 他就觉得 左启华对我很好 我们两个人相爱 这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情都无所谓 尤其左启华呢 从小这算是家里顶梁柱 对于照顾别人啊 这是很有心得的 石景孙呢 肠胃不好 左启华就时刻给石景孙背着药 只要肠胃不舒服了 左启华就给他准备好了温开水 甚至有一回石景孙崴了脚了 左启华呀 什么也不干了 每天下午就替石景孙用药酒在那搓脚 石景孙就觉得我这辈子是找对人了 找到我的真命天子了 大学校园里面 谈恋爱的男男女女可不少啊 自己周围同学的男朋友们 谁都做不到左启华这样子 两个人别看谈恋爱 谁也不耽误学习 两个人互相之间呢 还是一个监督学习的角色 共同进步 别人约会 逛街去 喝咖啡去 他们约会 恨不得就是图书馆自习室 天天废寝忘食的 最终呢 俩人都保了言了 又在河北农业大学里面 攻读硕士学位 周围的同学们呢 都羡慕的不得了 在学校读研期间 石景孙和左启华 虽然学业很繁重 但还是没影响他们的感情 您各位想啊 本科四年 研究生两年半三年 加起来这也是七年 老话不总说吗 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 人家这七年一点也不痒 关系好得很 天天呢 朝夕相处 夫唱夫随的 俨然就是正常夫妻的 交往模式了 就差一张结婚证了 当他们拿到硕士研究生学位 从学校毕业之后 也自然而然的 该谈婚论嫁了 双方父母呢 也没有反对意见 毕竟 这俩人已经这么多年感情了 很快 俩人就在双方亲友见证之下 走入了婚姻 成为了合法夫妻 两相对比之下呀 左启华的成绩呢 更加的突出 所以呢 他留校任教 担任了河北农业大学的教师 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而他的妻子石景孙呢 则去到了石家庄东方美术学院任教 当大学教师 东方美术学院也叫东方美院 全称是石家庄东方美术职业学院 这是河北省唯一一所 纳入全国统招的独立美术学院 东方美院一开始呢 就是大专院校 但是2011年的时候啊 升级为了本科院校 所以石景孙的这份工作 也还是不错的 这夫妻俩啊 虽然都在河北高校任职 但从此时此刻开始 就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 为什么呢 河北的朋友应该都清楚 河北农大是在宝定 但是东方美院 是在石家庄新乐 一个在宝定 一个在石家庄 平时各自忙自己的 也没时间见面 也就是周六周日没客了 能够短暂的相聚一下 都说距离产生美 对于这夫妻俩也一样 俩人呢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对彼此非常的了解 左启华知道 自己的妻子石景孙 哪哪都好 唯独啊 脾气比较急躁 他呢 是属于很强势的 之前呢 生活之中难免有小磕小半 现在有了距离了 分居一地了 见面的时间不长了 那再见了面 可就只剩下轻轻握握 如胶似漆了 不久之后啊 石景孙突然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到医院去查查吧 看看怎么回事啊 这一查 查出喜事了 原来啊 怀了孕了 石景孙呢 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左启华 左启华高兴的呀 激动的都不行了 一宿都睡不着觉 后来特意向学校请了个长假 要回家照顾妻子 回到家之后 天天买菜做饭收拾家务 给妻子洗脚 给妻子按摩 忙得不亦乐乎的 甚至隔三差五的 还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 分享妻子怀孕的照片 左启华也不断地幻想着 孩子出生之后 哎呦 我的亲子时光该是多么美好 我该怎么做一个好父亲 但好景不长 到了2010年年底的时候 一切美好都被冷冰冰的现实 给击碎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原本呢 这左启华还幻想着以后 美好的一家三口的生活呢 但是 2010年年底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美好 都被冷冰冰的现实击碎了 要说起来 左启华的老父亲 还真是个苦命人 眼瞅着儿媳妇肚子一天天 就大了起来 都八个多月 再有一个来月 就能够见着自己的孙子孙女了 享受天伦之乐了 但就在这时 老人家得了重病 不治身亡 父亲死了 左启华 作为家里边最有出息的儿子 当然得回家守灵啊 别说有出息没出息 那只要是儿子 你就得回家守灵啊 得办丧事啊 尽最后一份孝心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光儿子回去 儿媳妇也得回去啊 就在临动身之前 石景孙跟左启华呀 闹起了矛盾 左启华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 我现在怀孕了 怎么能进丧房守灵呢 会起不会起啊 那是你爹 又不是我爹 你想回去就回去吧 反正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说实话 石景孙怀着孕呢 真回去了 左启华也不会让石景孙 在那跪着守灵 肯定也是露个面 该回房间休息就休息 但这一下子石景孙 连回都不回 这触碰到了 左启华的底线 于是夫妻俩之间 就有了一道 难以弥补的裂痕 这左启华呀 因为出身贫寒 尽管事业上顺风顺水 但是 他的自卑心理 没有过改变 尤其和石景孙 在一起之后 更加的自卑 而石景孙呢 就在左启华 这种无限制的宠爱之中 也算是恃宠而骄了吧 越来越喜怒无常 经常对着左启华 指指点点 但是 之前那么多年 左启华都忍了下来 从来没有跟石景孙 发过脾气 他就认为自己 仁至义尽了 没想到 现在自己父亲 死了这么大的事 石景孙 连回都不愿意回去 露面都不想露面呢 另外左启华 是那种思想 特别传统的人 就认为妻子取进门 这是自己家人的 只要结了婚了 那么石景孙 最起码在这种大事情上 还是应该 照顾自己的颜面的 自己的父母 那就也是妻子的父母啊 我那么孝敬你的父母 那么你也应该 孝敬我的父母啊 左启华 听到石景孙的 冷言冷语之后 心里的愤怒啊 彻底被引爆了 但看在 怀有身孕的妻子的份上 左启华 也没发作 但心里就留下了 这么一根刺 从那以后 只要俩人有了矛盾 左启华就会想起 自己的妻子 当时有多么的过分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 左启华怀着 无比沉痛的心情 离开老家 准备返回学校工作 但这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左启华 仅有的那一丝理智 还保有的最后一丝忍耐程度 彻底被愤怒 泻灭了 左启华回到家之后 因为父亲刚刚去世 不可能是一个喜笑颜开的模样 再加上心里还跟石井孙 治着气呢 石井孙看了左启华一眼 你摆那副死人脸给谁看呢 既然现在你爹已经死了 以后过年呢 别回你家了 就去我爹妈家里过吧 你说什么 左启华听到石井孙这么说 猛的抬起头来 石井孙没等左启华 接着说下去 就直接打断了他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啊 我是在通知你 左启华 孩子快要出生了 不能老去那种晦气的地方 知道吗 而且你不觉得 你那个家是个拖累吗 你爹死了 就剩下你妈 跟你那个残废哥哥 他们能成什么事啊 你还管他们一辈子不成啊 这绝对不行 所以让我看呢 你还不如直接跟你家里 断了联系呢 要不然你赚多少钱 都不够贴补的 另外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孩子得跟我的姓 以后你赚钱买了房子 房产证上 也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这要求不过分吧 我嫁给你了 你总得给我点安全感吧 当当当 这一连串要求一提出来 把这左启华气的呀 这还不过分呢 你这是把我的尊严 踩在地上摩擦呀 左启华当时啊 都被气笑了 也懒得反驳了 冷笑了一声 直接摔门就走了 过年不让回家 生孩子跟妈妈的信 买了房子只写她的名字 我是娶的老婆呀 我当时不是要当赘婿的呀 左启华心里就想 早知道石景孙这样 当时我死也不会跟他谈恋爱呀 从这儿起 左启华对自己的妻子石景孙 只有满腔的仇恨 并且是越来越恨 2011年元旦 1月1号晚上 左启华特意换上了一身女人的衣服 浓妆艳抹 偷偷的混进了妻子石景孙的教职宫宿舍 对着正在熟睡的妻子挥起了屠刀 一下又一下 连捅了妻子 27刀 一切结束之后 左启华冷静了下来 换了身干净衣服 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妻子 双眼之中啊 一丝情感也没有 这时候掏出手机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请问是公安局吗 我这儿是美术学院 我刚才来找我妻子 发现她被人杀了 死在宿舍里了 你们快来呀 公安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都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 只见石井孙平躺在床上 身上全部都是血呀 两只眼睛 瞪得圆滚滚的 眼神里充满了惊悚和不可思议 墙上 地上 衣服架上 全都溅着红褐色的血斑 空气之中 是一股浓重的 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法医经过尸检之后 这才发现 死者石井孙已经怀孕八个多月 马上就要临产了 可是却被人连捅二十七刀 其中肚子上的两道刀口 不仅很大 而且很深 这两刀也直接贯穿了腹中胎儿的脑部 胎儿当场死亡 母子俩绝无任何生还的可能性 看完法医的尸检报告 每一名办案人员都有着满头的疑惑 凶手出手极其残忍 到底是谁 这很明显是有着深仇大恨 看凶手的作案手法是刻意的置这胎儿于死地 最终调查来调查去 也出乎了所有办案人的预料 杀害石井孙的凶手 正是报案人左启华 正是石井孙的丈夫 因为左启华身份特殊 所以双方的亲朋好友都难以置信 左启华平时很儒雅很谦逊 很老实的这么一个人 有高学历又有文化 平时为人很谦和 为什么会残忍的杀害妻子孩子一尸两命 事发之后 左启华也不藏着掖着 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杀害妻子的罪行 也如实说出了自己和妻子之间的恩怨 他的认罪供词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石井孙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 他对我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伤害 难以言喻 所以我要报复 离婚太简单了 难解我心头之恨 不过这起案子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公安人员在调取通话记录之后 发现左启华在杀害妻子之后 连续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110 是报警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岳父岳母 告诉了岳父母妻子惨死宿舍的消息 最奇怪的是第三个电话 是打给保险公司的 公安人员按照号码拨过去询问情况 结果得知 左启华之所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其实就是在确定妻子当初购买人身意外险的情况 而这通电话也间接成为了左启华涉嫌杀妻骗保的有力罪证 本来公安人员考虑到左启华杀害妻子石景孙 有过激杀人的嫌疑 或许可以从轻发落 可以判处死缓 但这通电话的内容被爆出之后 再加上石景孙家人坚决的态度 最终改判为死刑 立即执行 这个案子就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这个案子呀 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坟墓里的真相 怎么回事呢 咱们从头说 这案子发生在2003年 当时啊 湖南省石门县 西北山乡 有这么两兄弟 一个叫中吉林 一个叫中吉泉 这兄弟俩呀 因为家乡呢 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啊 所以兄弟俩呢 就选择外出打工 当时兄弟俩 已经在广东中山市一家玩具厂 打工整整三年的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小孩们玩的玩具啊 恨不得大部分都是中山出来的 俩人呢 收入也还不错 尤其啊 老大中吉林 后来当了城里的技术员 月薪有四千多块钱 这在零三年的时候 那这月薪是顶呱呱了呀 他们俩和老家的父母早就约定好了 干满五年的时间 积攒下一笔钱 回家以后呢 盖新房 娶媳妇尽孝道 再过安稳的日子 可是 这愿望还没达成呢 2003年3月27号这一天 老家呀 来了一个电话 把兄弟俩的梦想 可就打的是七零八岁 什么事呢 说兄弟俩的父亲 中建国和母亲金双连 都死了 死于食物中毒 老大中吉林 当时接完电话 那听筒啊 啪就掉在地上了 随后 把这电话筒又捡起来 强忍住这崩溃的情绪 就跟打电话的老知书说 千万等我和弟弟 回去见上父母 最后一面之后再下葬 我们明天就动身 老知书呢 也可怜这一家人 也就答应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兄弟俩请假的时候啊 厂子里面并没有批价 当时呢 厂里订单数量特别的多 那订货单一张一张的 都在那压着呢 生产任务特别的紧 中吉林那是技术大拿 要离了他 后边这生产呢 都没法进行下去 老板呢 就也跟他们解释 你们家里出这么大事 也理解 但是咱们厂里边啊 确实没有你们不行 咱们这么多订单 实在是耽搁不起呀 后来啊 这哥俩第二天都没上班 就缠着老板软磨硬泡 老大中吉林甚至跟老板说了 只要让我们回去啊 就回去几天 我宁肯扣我一个月的工资 兄弟俩一边说 一边哭 俩眼哪 肿得跟桃似的 老板见这样 实在也不好说什么了 反复的琢磨了一宿之后 这才终于批了他们的假 到了第四天 中吉林兄弟俩 这才赶回了老家 可是赶到老家之后啊 还是没能见到父母一面 头一天呢 他们的父母已经合葬了 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坟头 中建国夫妇死亡之后 家里边呢 也没人做主了呀 丧事是村支书 领着乡亲们办的 当时啊正好是三月份 农忙的时节 等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 见中建两个儿子还没回来 大家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家里都有农活要忙的呀 只好就把中建国夫妇给安葬了 中吉林跟中吉全兄弟俩 看见父母的坟头之后都崩溃了呀 跪在父母的坟前 一个一个的磕着想头 这一切后事都忙完了 兄弟俩呀 决定得跟乡亲们了解一下 父母是为什么死的 乡亲们就说 中建国夫妇呢 是三月二十六号下午五点多钟 吃晚饭的时候中了毒了 然后俩人都被毒死了 那一天呢 老两口啊 在山上烧了大半天的活土粪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不了解啊 这活土粪是什么呀 其实活土粪啊 虽然叫粪 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粪 它不是那些动物啊 或者是人们的扁扁 是吧 不是那些排泄物 而是用田间地头的那渣草 然后对这个土壤进行烧烤啊 就形成了草木灰跟火烧土的混合物 等这个呀都烧好了 哎 晾完了 有人呢 会在上面泼那个人畜的粪水啊 就是扁扁 对吧 也有的呢 不泼 反正就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发酵吧 这活土粪呢 就会成为上等的有机肥 除此之外啊 这活土粪呢 还能起到一定的除草的作用 当然现在在很多地区啊 已经不让烧活土粪了 咱们再说回这老两口 俩人忙活了大半天回到家里呢 金如莲只炒了一点肉 大家都知道湖南吃辣椒厉害啊 把碗里的腌辣椒热了热 夫妻俩就坐在灶边的小方桌那 就开始吃饭了 哪知道 这中建国一边吃着饭 一边喝着酒 一碗饭还没吃下肚呢 咕咚一声 可就歪倒在桌子旁边了 嘴里就吐着白沫 浑身呢 就在那抽搐开了 妻子金如莲一看 可吓坏了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丈夫抱起来 可是这一松手 中建国又跟一滩稀泥似的 哎 又塌下去了 金如莲赶紧跑到屋旁边的一个山包上 让人帮忙 可不幸的是 喊完人之后 金如莲在回家路上也倒下了 赶过来的乡亲们呢 在路上就见着金如莲了 赶紧把金如莲先扛回了家 然后找车 把老两口就送到了乡卫生院 结果一顿忙活一顿抢救 老两口呢 也都没有被救活 老中送到医院半个小时 就断了气了 老中一断气 村支书可就开始担心了 哎呦 如莲别有什么事啊 赶紧抚下身去 问问金如莲啊 怎么样啊 金如莲呢 虽然是清醒状态 但是啊 明显状态也不好 结果在天亮之前 金如莲也没被救过来 也闭了眼了 老两口死了之后 尸体被弄回家 一间堂屋里面 可就停了两口棺材 老支书他们一开始啊 就怀疑 是不是有人在中家的饭菜里边下毒呢 但是啊 老支书在金如莲临终前 跟金如莲呢 聊了几句 金如莲就说 家里的门锁跟饭菜 都没被人动过 老支书还亲自到他家检查了 中家的门窗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 再加上卫生院也得出结论了 说老两口呢 死于亚硝酸盐中毒 当地很多农村人呢 不懂什么是亚硝酸盐 医生呢 就给他们做了一个通俗的解释 说凡是坛子里面的那些烟菜咸菜 都有亚硝酸盐的成分 这种成分呢 比较多的就是在泡菜表面的那层白霉里边 也不是说人人死了都会死 只有吃过量 那就有可能中毒身亡 这也是为什么啊 现在所有的医生啊 专家们呢 都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吃一些腌制食品 说中建国夫妇就属于吃太多了 这才中毒死的 对山里的老百姓来说 医院的结论那就是科学啊 科学的东西虽然咱搞不明白 但是咱得信人家 因此乡亲们除了给中家办好丧事之外 也没有往别的地方想 更不会向警方报案 中吉林和中吉全哥两个 跟这乡亲们打听完之后 就对父母的死因呢 提出了质疑 说在咱们湖南农村的家里边 谁家没有坛子菜呢 谁又没吃过坛子菜呢 怎么人家吃了好好的活着 怎么我自己的父母吃了就中毒了 中毒就死人了呢 而且一死就是两个呢 世界上的事情 这有这么巧合吗 灭门之祸 怎么单单的就对我们中家呢 不可能 兄弟俩呀 就凭着这种说不清来由的直觉 就坚信父母的死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有一个大婶呢 是直接参与办理了老中夫妇俩的丧事 她就告诉兄弟俩说 哎呀 那呀呀呀呀呀 什么盐的 那个毒 那毒性是真大呀 你爸熬出来的饭菜 让鸡吃了之后 那几只鸡都被闹死了 嘿 这大婶是说者无疑 可是这兄弟俩听者有心 中吉林把弟弟中吉泉拉到一边 小泉 咱爸咱妈都只有五十多 生前没得过什么大病 俩人中了那么多地 也没叫过苦 也没叫过累 怎么会让一点亚硝酸盐 就给闹死呢 这时候啊 中吉泉也说 是啊哥 我也感觉这事不对劲 于是兄弟俩商量来商量去 结果只有一个 向警方报案 请求警方查明父母的死因 然而 他们哪想得到啊 他们做出来的选择 真正实施起来太难了 要想查清楚 可太难了 老中夫妇到底因何而死 警方介入能不能查出真相 中吉林和中吉泉兄弟 决定以父母死因不明 请求公安机关查明真相 他俩清楚的知道 父母的呕吐物和闹事的机 已经早就处理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检 那么警方一旦立案 怎么来确定老中夫妇 到底是因为什么中毒而死呢 目前来看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土里的父母挖出来 开棺验尸 确定死因 在立案侦查 兄弟俩请求警方调查的消息一传开 各种压力可就来了 哎 你知道了吗 中家那两个儿子呀 跟公安局报了案了都 警察马上就要上山来了 哎 中建国两口子 得挖出来开堂破肚 哎 已经死去的人了 还得遭后人的遭见 这两口子 前世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两个这么不孝的玩意儿 现在这年轻人呐 确实村民乡亲们都不理解 在咱们国家的传统观念里面 入土为安死者为大 你都埋了 哪能说是开棺把尸体再给揪出来的呀 当这种非议则难铺天而来的时候 钟吉全和钟吉林的姑姑钟小翠 也流着眼泪 找到了两个侄子 小林 小全 你爸和你妈死去的情形 你们是没看见的 那是太惨了呀 脸都扭曲变形了 医生说呀 那是疼的 疼的难受啊 现在人都入土为安了 你们 你们怎么还忍心 让那些公安 在死人身上动刀啊 钟吉林 看姑姑在那哭的都不行了 一把抱住了姑姑 姑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跟小全 我们这俩做儿子的 也不愿意看到那一幕 但我爸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我们能甘心吗 小林 小全 你俩是懂事 有孝心的孩子 有仇啊 当然得报 我是这么想的啊 告状啊 是得花钱的 咱们目前呢 又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到时候万一这事没弄真 老个人才两空 那不让别人笑话吗 不过这兄弟俩很坚持 最终还是说服了姑姑 弟弟终极权就说 过 退一万步说 就算最后认定亚硝酸炎中毒的结论 是准的是对的 我想爸妈的在天之灵 也会理解和原谅我和哥哥的 别人的议论 我们不管 我们只求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呢 在兄弟俩正要为父母开关验尸的时候 这哥俩打工的那个玩具厂的厂长啊 又打电话过来了 催哥俩呢 回厂上班去 钟吉林就给老板打电话 就说明了自己和弟弟眼下正在办理的事情 就请老板呢 再多宽限几天 但是老板的态度很坚决 你们哥俩呀 要是不能按期回来 就只能把你们辞退了 而且 吉林你想清楚 如果从我们厂走出去 以后再也别想回到我们厂 因为老板呢 就觉得他已经破例 批了兄弟俩的架了 已经进了情理了 钟吉林和钟吉权呢 就应该遵守厂计 何况他们正要做的事情 不知道得等到何年何月才有结果呢 厂里啊 可不能养这闲人哪 兄弟俩在老板下了最后通牒之后 不得不三思而行 因为这年头 要想着在异地他乡 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可不容易 尤其是老大钟吉林 他呢 已经当上技术员了 那是技术大拿 老板给他的待遇工资足够优厚了 说扔就扔 还真是舍不得 弟弟和哥哥呀 就商量 就说呢 让哥哥赶回厂里上班 家里为父母报仇的事 由中吉权来办 可是中吉林一听 没答应 小权 你年纪还小呢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要办成这么大的事情 很难呢 再说了 你是爸妈的儿子 我也是爸妈的儿子 我还是大儿子 在为爸妈报仇血恨的问题上 我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于是中吉林最终毅然决然的 放弃了那份难得的工作 与弟弟并肩战斗 兄弟俩现在已经抛开一切了 迈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待室里 这对年轻的兄弟 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公安机关呢 只能凭证据办事 现在在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检验的情况之下 只有开关验尸这一条路 但如果开关之后查出的死因 与原来结论一致 那么警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吉林兄弟不能口说无凭 必须立下文字的依据 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负责 这时候啊 兄弟俩又想起来了 姑姑对他们劝说的那些话 不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 兄弟俩最终还是下定了 开关验尸的决心 四月中旬 石门县公安局技术侦查人员 来到西北山乡 对中建国夫妇开关验尸 卫内容物被迅速送到县卫生 防疫战鉴定 结论是福以显安中毒 福以显安 现在市面上基本上见不着了 就是一种灭鼠计 结果出来之后 跟之前卫生院的结论可不一样 可是兄弟俩呢 还是不能完全放心 俩人就认为啊 一个县级卫生鉴定部门 甭管是设备还是鉴定水平 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百分之百的准确 那么既然乡卫生院和县卫生防疫战 结论说法不一样 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 于是死者的卫内容物 又被先后送往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 化验鉴定 得出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中建国夫妇就是死于毒鼠墙 那么既然死于毒鼠墙 那可就不是吃咸菜种的毒了 那这是有人下毒啊 那么谁是凶手呢 经过民警艰苦的摸底排查 一个作案嫌疑最大的人 终于浮出水面 他就是曾经苦苦劝兄弟俩的姑姑 中建国的亲妹妹钟小翠 民警给钟小翠戴上手铐 押往县公安局的时候 哥俩是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个反复劝说他们不要折腾死人 不要折腾爹妈的亲姑姑 这个自始至终帮助操办父母丧事的亲姑姑 这个一提到父母死了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亲姑姑 竟然就是真正的元凶啊 那么中建国跟钟小翠这兄妹俩有什么矛盾呢 这兄妹俩呀 一直就住在父母留下来的一栋房子里边 中建国呀 担心妹妹嫁出去之后 受人欺负 就跟爹妈商量 最后决定呢 把妹妹留在家里 妹妹招郎成家说白了就是找入赘女婿啊 找上门女婿 成家以后 兄妹俩就平分了父母留下的财产 赡养老人 也就成为了两个人共同的义务 可是老人过世之后啊 钟小翠呢 就一心想独吞父母留下的山林 这就不可避免的跟嫂子金如莲 发生矛盾了 之前呢 这一对姑嫂之间啊 也是有过一次次的争吵 一次次的私打 但是钟小翠始终没占上风 最终他决定 我得报复 3月26号上午 当金如莲吃了早饭 敞着门 到屋门口的小河沟洗衣服的时候 钟小翠趁机就溜进了哥哥家里 把事先准备的独树墙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扔进了腌辣椒的那个碗里 钟小翠知道 嫂子金如莲 过日子特别节俭 剩饭剩菜从来舍不得扔 而且呢 有炒和菜饭吃的习惯 什么叫和菜饭 这放天津叫折罗啊 我们叫杂户菜 是吧 就是把所有生饭剩菜 和到一块一热就吃了 因此 在山上做工的哥哥 肯定会躲过这一劫 死的只能是我嫂子 可他没想到 哥哥竟然也回去吃饭了 最终 夫妻俩呀 都一命呜呼 一开始 钟小翠这心里边 也痛苦也担心 把骨肉兄弟 把自己的亲哥哥给搭进去 这不是他的本意 万一让别人知道了真相 那他也活不了啊 但是担惊受怕几天之后 他发现也没什么人追究 这都入土为安了 也就没事了 可是没想到 两个侄子回家之后 死活坚持开关验尸 他是一次又一次的劝说 始终就打消不了兄弟俩的这积极性 他呢 心里边也放着一个侥幸心理 哎呀 希望查不出来吧 真相出来之后 让钟吉林 钟吉全兄弟两个 心里边接受不了啊 他们把父母重新安葬 重新上完坟之后 决定离开这块伤心的土地 又去了南方打工 当然我们不知道 在此后的人生里面 他们会面临一些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这兄弟俩 是不是还愿意回去这一块 让他们伤心的故土 行了 这个案子就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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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再会